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本土剧女神韩瑜2011年与孙协志闪电结婚,却只维持四年就告吹,原因众说纷纭,日前孙协志接受苹果访问,首次正面回应,坦诚是对传宗接待有压力,大叹声不出来没办法,今天韩瑜则已有所指在脸书写下,女人最悲惨的事之一, 应该是婚前觉得嫁给暖男,但婚后发现嫁给渣男吧,韩瑜近来忙着拍摄三里八点当金家好媳妇,剧中他与黄少奇经历苦难,终于修成正果,还在医院举办感人的婚礼,此时黄少奇却与谢成君互换灵魂,让君临练面临考验,剧情超展开的安排也让韩瑜有感发文, 希望芷林跟燕君赶快恢复到婚前的甜蜜黄少奇戏里饰演金燕君相当专情,谢成君饰演的高官达则是个花心男,两人因灵魂互换,外表和内在却是不同人, 陈芷林韩瑜更是完全没发现,让观众看了好揪心,韩瑜近八日,晒出黄少奇在剧中强拉和被备手的影片,有感发文, 女人最悲惨的事之一,应该是婚前觉得嫁给暖男,但婚后发现嫁给渣男吧, 韩瑜,左,剧中终于和黄少奇修成正果,却又在面临考图,翻设字领书, 韩瑜,左,孙协智四年婚姻已成泡影,资料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